地球大神秘 是由以下商戶机构联合赞助播出 爱基金关内儿童生命工程 以勒基金我热爱生命行动 迎音使团天使心联合赞助播出 爱基金关内儿童生命工程 地球上有不解 华以知事物 星空的缘绝 是谁在印度 尋找当中的伟大故事 颠覆这世界 震撼着宇宙 人在远古之初 背败了天地 一生多缺点 爱欲没尽头 强者心中有更大宇宙 千秋的功光 问谁在决定 千秋功过 问谁决定 欢迎收看《地球大神秘》 我是郑芷成 我是Agnes 蔣麗萍 芷成 所谓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每次看到森林里有数之不尽的参天大树 我都会觉得大自然真的很伟大 没错 Agnes 在波兰西北部神秘的弯曲森林 树木生长的形态真是很奇妙 在这个300平方公里的森林里面 有400棵松树 树干竟然90度弯曲生长 还要全部很整齐地向着北方转弯 真是很神奇 是啊 这批树是在1930年种植的 现在都已经80多90岁了 有人认为是大雪即压造成的弯曲 更加有人怀疑 到底是否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 甚至有外星人是否在这个地方出现过 而导致那些树都变得弯曲的生长 有专家分析过 可能是几十年前的当地人 为了要培植弯曲的树木 来制造家具 所以当树在幼苗的时候 就故意屈曲树苗 不过就没有完全解释到 为何森林以外的树就没有弯曲 当你以为树应该全部都是直不甭 但又真的有树是懂得转弯的 森林里面是隐藏着生命的傲秘 千八年来 经常都会出现一些 疑幻似真的神秘生物 究竟它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出现过 还是已经绝种 一直是个迷 在中华圣经文物馆展出这幅昆虞传图 是非常之珍贵的 是早期中国其中一幅中文世界地图 昆虞传图的绘制者南华人 他是一位从比利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 在1660年进入朝廷工作 1674年规制了昆虞传图 送给当时的康熙皇帝 昆虞传图是穆克文印印制而成的 特别之处是一幅一幅一幅的印刷出来 合并 大概有170多年历史 在韩国的咸丰连代印刷 昆虞传图属于极为罕有 达到国保级的珍贵文物 当时只有日本和韩国印制 现存大多数都收藏在博物馆 而是中华圣经文物馆这个版本 是咸丰连在韩国印制 全球之称两幅 除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地图内还有很多神秘莫测 令人惊奇的画像 昆虞传图另一个特别之处 他画了很多世界各地的稀有 和很神秘的奇珍异兽 放弃皇帝很喜欢的 昆虞传图内 他画了多种怪异生物 而且有文字解说 但是从画像或文字 令人怀疑这个世界 是不是有些我们从未认识的怪异生物出现过 昆虞传图记录了不少来自美洲的生物 其中最为怪异 是一种名为鲁鱼鳥的生物 南亚物利加州即是南美洲 这种被称为鲁鱼鳥的生物 最神秘之处是 或为祈福甚烈,能化生铁 为何它的肚子会那么烈 而且还能够食铁 究竟是什么生物有这种怪异能力呢 在昆虞传图中 新奈兰地亚洲即是澳洲 绘画了有一只无脚的无对鸟 从图画可以见到 这只鱼鳥有很长的羽毛 但是无脚,不过又能够站在那 现代的鱼鳥学家暂时未发现无脚的鱼鳥 究竟它是属于什么物种呢 欧洲传说经常出现的独角兽 在昆虞传图就形容为印度的物种 这种独角兽 毛色是黄色,并非欧洲人传说中的白色 而且有解毒的药用价值 究竟欧洲和亚洲的独角兽 大家有没有关系呢 大东海洋即是太平洋 而西令亦即是传说中的人语 古代,东西方都有人鱼的传说 但是在昆虞传图的形容 他们的骨有医学价值,能够止血 而痴症的人鱼更有效 有关这类文献非常罕见 难道当时有临床实证? 昆虞传图是南华人欠给康熙皇帝的真品 有人认为,里面的资料必须正确无误 否则犯上欺君之罪,随时松上刑台 因此,里面绘画的神秘生物 是否南华人真的见过呢? 到现在都未能够证实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以地平说地理观念看世界 认为天是圆,地是方 直到十六世纪明末清楚 大批来华传教士将西方的天文 地理等知识传到中国 完全颠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 昆虞传图是中国首幅 以两个半球陶彩平射投影法 绘制的中文地图 东半球在左侧,西半球在右侧 这种绘制方式,清楚展现出地球是圆 而不是方 对于学识冤博的康熙皇帝 当时亦受到重大冲击 而南华人所属的耶稣会 是非常着重修士的教育 往往超过十五年的培训 才派往外国传教 所以当时他们的科研 在欧洲属于定尖水平 因而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 由于昆元传图欠给康熙皇帝 所以南华人设计中国地图的部分 是特别仔细的 困如传途 令现今世人另一个惊叹神秘之处 就是跟现今的世界地图报告极为根似 但当时,无论欧洲或中国的航海记载 都未曾有探险家去过地球每个角落 究竟南华人是怎样得到这么多资料 画出一幅这么精细的地图呢? 困如传途收录了大量现代人无法解释的迷团 就好像人鱼又或者独角兽 有学者说过,世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一切都是未好,各从其类 并彰显创造者的荣耀 如果这些神秘生物是从想像中出来 最可怕是,在混沌当中统领一切 就好像魔鬼迷惑世人一样 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 保守心灵和思想 Agnace,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现在社会时势都讲求成本效益 当然了,我去买家电的时候 专选一些多功能的电器 但我又在想,如果是远古的人 他们又有没有多功能用途这个概念 我猜都可能有 在老沃首都万丈东北四百公里的风沙湾 周边几百平方公里的山野 遍布了几千个神秘的巨型石缸 由1.5米到3米高 直径大约有一米宽 根据考古学家推算 这些神秘巨型石缸 大概都有二千五百年历史 而部分石缸里面 还发现人类的鞋骨 所以推断有机会用在葬礼仪式上高 也有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石缸用来釀走 又或者是暴猎之用 还有一个推断 在新石器时期 东南亚人认为 崇拜巨石可以和永恒连结在一起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 有一个数字传承着神秘的力量 很多伟大的艺术家 建筑师和科学家 都追求这个数字的傲秘 他们相信这个比例 它有神奇的力量 能够创造出最完美 最和谐的作品 它被誉为宇宙的秘密锁石 人类美学极致之境 它就是黄金比例 比如说人的身材 或者是不同的Ratials 都是黄金比例 是不是那些什么狗头身的 腰团比? 在长方形里面 先画一个半圆 然后再分开一半 再画一个半圆 我觉得我的头太大了 没有特别去追求那个 但是是一个健康指数 最重要是健康 可能会展中心有 好像有一个很出名的金头发的 蓋着裙子的女孩 大Vinci Code 它们也有个黄金比例 人体有个男和女 它有打个十字型的 又是黄金比例 那个蒙罗丽莎奥 应该好像是 我听说过 苹果的logo 都是黄金比例 这个宇宙间的神秘密码 带给我们高智慧的创造 黄金比例 又称为黄金分割 是一种数学比例的关系 数值是1.6180339887 黄金比例 又和大名鼎鼎的 肺事素裂有关联 当你以为黄金比例 是由数学家不断研发出来 其实不是的 它一早就隐藏在大自然当中 那些吃的羊肚 苹果 木瓜 切开会见到 星形的结构 符合黄金比例 从花朵的排列 也会见到黄金比例 例如一朵向日葵 红色是代表 顺时针的34条螺线 蓝色 逆时针是55条螺线 比例都是1比1.6180 而黄金比例 还可以引伸至黄金角度 当红色线段和蓝色线段的比例 是1.618 角度就是137.5度 静命学家认为 当花瓣排列在黄金角度 不会遮住下面的花瓣 就可以吸收最多阳光 生长得更好 重改液器按照螺旋线的形式排列 每个追形由一对螺旋线组成 两条螺旋线向着相反方向螺旋 很多人知道螺旋线是黄金比例的代表 除了令到它外观美丽 也帮助到螺旋的浮沉 引发潜艇的发明 至今科学家都解释不到星系螺旋的出现 但有研究表示 黄金比例可能决定了 宇宙中具体事物形状的构成 星系螺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台风的云轨迹近乎于等角螺旋 也是一种黄金比例 惊奇的是 对于人体 如果以土瓷为佳 上下身最佳比例应该是1比1.618 即符合黄金比例 这样的身材就最完美 但无奈 世上能够真正达至黄金比例的身形不多 而著名的维纳斯像 雙腿也是刻意加长了 不少女士为了创造出更完美的黄金比例 就要穿上高跟鞋了 为什么一个莫名奇妙的数字 会令人产生美的感觉呢? 黄金比例之所以能够主宰一切 难有客观标准的美 答案极可能是 我们从小 在无意识间 大自然决定了我们对美丑的品味 正因为有出自同一位设计师手笔的黄金比例 令到不合乎这个和諧比例的物件存在 就会令人觉得不协调 我们身处在神秘的地球和宇宙中 必然因为经常见到这种设计 衍生出美的感觉 建筑师占武师史密斯也说过 黄金比例深深贯穿万事万物 是造物者在现实世界的体现 当我们说结出的艺术作品 必定会留有设计师 独有的风格 而当自然界很多美好的创造 都有一个完美的创造密码 无可否定一定是由杖心独蕴的设计师 所设计而成 紫诚,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上 有种生物是小到连我们肉眼都看不到 但又无处不在 可能你和我每天都吸了数以百万只 入肺都不行 虽然Angus 你说得好像很恐怖 但我知道你说的 其实是小到用精密显微镜才能见到的包子 包子繁殖能力非常惊人 而且移动速度非常快 包子狼能够以至少二万克重力速率发射出去 比子弹发射的九千克速率快一倍又多 而且包子能够在恶劣环境之下 播种和繁殖 太空人曾经看到有包子形成的真菌 黏贴在太空仓外面 所以推断包子甚至因此传导出去外太空 而孤雷相信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真菌 每一只菌是由数以亿计的包子繁殖而成 无论是酒、面包、芝士 这些不少人喜欢的饮品、食品 还是可以杀人于无形的病毒 都同样源自包子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大自然 每种微小生物的威力 这只生物外形这么奇特 原来它在大洪水之前已经存在 生存至今一直没有改变过 绝对可以推翻达尔文进化论 它体内留着的Blue Blood 还救过全球人类一命 究竟这种神秘生物是什么来的呢? 马蹄蟹 正式学名是后 是古老的海洋鳗之动物 后在大洪水出现之前已经存在 它们基本的体型、生活 在过去一直没有改变过 是真真正正的活化石 究竟在它身上藏有什么生存秘密呢? 那些成年的马蹄蟹 它住在海底 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沙里面 因为它的硬壳对它的保护来说 是很有用的 它暴露出来的地方都是它的壳 所以壳这么硬 其实很少动物会攻击它 除了这个超强劲的外壳之外 它还拥有一种超能力 即使天变地变 它都可以一点都不改变 其实它对一些环境方面的变化 都相对没有那么敏感 譬如说对于一些水温的改变 或者是海水的咸度的改变 或者是氧气的 即是氧氧量的改变 其实对它的影响都相对小 所以在地球的环境不断改变 它的适应力都比较强 马蹄蟹望络好像很可爱 不过反转一看 其实它都记得人害怕 因为它总共有12只脚 而更古怪的就是 它中央的部分才是它进食的嘴巴 难怪会有人说它像外太空生物 我觉得马蹄蟹像头盔 我觉得它像被人基因改造的生物 像一只甲蟹 马蹄蟹像头盔 像外星生物 像魔鬼 厚的身体分成三段 头胸甲 腹甲 和长长的剑尾 有人说它的外表古怪 完全不像地球上的生物 我的感觉是很怪的动物 很奇妙 觉得是什么生物 蓬奇拉生物都不太类 厚是名符其实的Blue Blood 它的血液是蓝色的 还曾经拯救过全球人类一命 当中的奥秘又是什么呢 但因为它其实是很古老的生物 它的免疫系统都是相对简单 通常就是说它接触到外界的物质 它就会有一些即时的免疫的反应 而这些免疫的反应就是 我们后来知道 可以用来检测一些细菌毒素 其实是现在世界上 甚至是美国医药管制方面 是唯一一种被认可的试剂 比如说你打的针筒 你打的疫苗 全部都是要做这一类的检测 证明它是没有受到这一类细菌的污染 那变成我们使用的时候才会安全 所以可以说救我们一命是真的 它就救了我们一命 但是自己就可能因此没命 因为初时以为每次只是抽取后 三分一的血就没问题 谁知道世事往往就是不似预期 但是后来的研究发觉原来不是 它是不死 但是是会令到它行为改变了 好像猛成成一样 抽取之后 它繁殖的能力或者耳欲是低了 所以那些马蹄蟹就少了回上岸产卵 地球上曾经有过8种后 但是现在只剩4个品种 在香港的两个马蹄蟹品种 譬如中国猴已经在2019年定为一个萍毅的物种 完美猴在世界自然保育联盟里面 都只是因为数据不足 未被定为萍毅的物种 我们都继续收集资料 希望可以尽快去平定为一个萍毅的物种 让我们可以做多些保育的工作 保育马蹄蟹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 譬如很多市民都喜欢去泥滩挖险 这些是一些破坏泥滩 会令到马蹄蟹成长受到影响的一些行为 帮忙做一些清洁的行动 去泥滩做清洁 可以帮忙令到那个泥滩 去恢复一个适合马蹄蟹棲息的地方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拒绝购买或是食用马蹄蟹 我们可以宣传 令到更多人知道马蹄蟹现在面临的危机 从定立马蹄蟹的守护队 然后再去找不同的专家认识马蹄蟹 然后去实地考察 其实全部都是由他们去做主导的 大家也不要忘记 这种奇貌不扬的生物拯救过人类的生命 而我们作为人类更加要好好了解大自然的奥妙 每种生物如何在地球上环环相扣 互相依存 相信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 都可能对人生有新的灵意 如果都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欢迎打来人生热线81008012 我们会安排专业辅导员 在节目播出后三小时内接听大家的电话 另外地球大神秘报料WhatsApp和微信 98991822 欢迎你们提供神秘的话题给我们 你的分享还有机会成为播出的内容 下一集同样时间 地球大神秘再见 拜拜 拜拜 此外面的电话 背包装神秘的观众 你身体的观众 如水 包括这世界的观众 之调 抑制作者 你身体的观众 若世界扣入紅瀟 我憑你順利放到 自由在你的鏡頭 I am the one, did you get up I am the one, did you get up 如對以上內容有感動 請透過以下方法奉獻支持 支援支持